和那个老家伙是什么关系啊 那你和他又是什么关系 他勉强 算是我师兄吧 我们的力量来自同一个老师 师兄 你看上去也就三十出头 那个老家伙恐怕已经有几百岁了 天知道那老家伙活了多少岁 你究竟是什么身份 他居然会带你来到这里 不是罗林家的 鬼知道带我来这里想干什么 罗林家的 看你年纪 你不会就是罗林家那个白痴儿子吧 你居然也听说过我 前几年 帝都的贵族圈子都在谈论你 他们谈什么 卢克的伯父是一名贵族 原本还打算和罗林家联姻 听到这个传闻后 吓得不敢再提了 卢克是谁啊 卢克被我杀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居然不被去龙份 帝龙 一种防御力极高的魔兽 这只是幽散 快跑 看什么 快跑 前面是悬崖 小子 你会飞吗 我还不会啊 现在回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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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三爷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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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了 史太龙 稳住 他的嘴巴是弱点 我需要瞄准 这 难道是冰肩库的置换效果 黄三音 稳住啊 来吧 孤儿 齐打仓吧 黄三音 醒醒 黄三音 黄三音 卢克 黄三音 神殿的天才勇士 你以后 一定会成为圣启士的领袖 恭喜你们通过考核 成为圣启士团的一员 捍卫光明神殿 捍卫神灵 在人间的神威 星空下第一小城 这一切 都是秘密的安排 死 早安 这套动作 有多久没有睡觉了 身体都已经疲惫到了极限 一直在说猛话 我都说了什么 我纯属好奇啊 星空下第一强者 是谁啊 千年来唯一有资格 被称为星空下第一强者的 阿拉贡罗兰 你背叛圣殿 跟阿拉贡有关 你还知道了什么 其实你在梦里说的不清不楚的 我也听得稀里糊涂 你不愿意说我也不想知道 这套动作是老家伙教你的 怎么不继续 继续 已经做完了呀 哼 我就知道老家伙 只会这套动作的集中 哎哎哎 大大大哥 舍不得舍不得 这这样不好吧 如果你能把这套东西练全 身体承受能力将会突破极限 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修炼斗气了 斗气 你说这套东西 其实是修炼斗气的基础 这可不是普通的斗气 可惜你身体底子太差了 就算学会了 恐怕这辈子 也没机会成为顶级舞者 顶级舞者 我没兴趣 那有没有兴趣 和我学更进一级的新动作 全当健身了 你 作为武勋世家 罗林家族的后代 想必雷蒙那小子 对你很失望 孩子啊 我只教你如此 我只教你如此 你这混 你这混蛋 扭断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不冷了吧 继续赶路 孩子 体内有一股气息在游走 身上热起来了 死我感觉不到寒冷了 越往北越冷 以后每天休息的时候做一遍 你别以为我会感谢你 这些可都是拜你所赐 不 不是我 是命运 可恶 这老家伙一大早就不见了 我得想想办法 否则会冻死在这里 你 穿上吧 像你这么强大的魔法师 想去哪里 难道就不能直接飞过去吗 我们去的地方很特殊 长距离飞行会让我损好魔力 而我 在到达目的地之前 必须保持魔力充沛 说那么多不就是不想告诉我最终目的地吗 越过这道关卡 就是传说中有去无回的冰封森林了 他带我来这魔兽宝巢想干什么 总不能是带我刷副本升级吧 先生们 我这里有一份魔法师工会的公文 魔法师工会赋予我进入冰封森林的特权 一百年有效 好 尊敬的魔法师阁下 欢迎您来到冰封森林 帝国北方暴风军团下 白狼步兵团第二十七巡逻队 向您致敬 队长 您上面签名的奥古斯丁武士陛下 不是已经去世六十年了吗 族里德耀会长也在四十年前病逝了呀 那份文件 是真的 真的 不过今天是有效期的最后一天 所以 这位老魔法师的身份相当不简单 至少是和帝国的前任皇帝 前任魔法师工会会长一个时代的老人了 正好 有效期的 就是 要赶快 好的 走吧 这老家伙撒的什么东西 好了好了 放心吧 没事的 这老家伙撸狗的时候盼着两个人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孩子啊 最好别好奇 否则 你晚上会睡不着的 我好奇心中 你不说 我更睡不着 这是 龙的粪便 啊 所以今晚 我们要睡在龙粪堆里是吗 你不会介意的 对吧 除非你想和有些愚蠢的冒险者一样 变成魔兽的晚餐 你这样厉害的大魔法师 也怕魔兽吗 我只是不想一整晚被苍蝇环绕 而且我说过了 在到达目的地之前 我要尽可能减少魔力消耗 好了 如果你不想半夜被冻成冰棍 睡觉前把那套动作做一遍 不想半夜被一封 这种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该死的 我怎么出圈了 朋友 快跑啊 后面有捕尸块追上来了 快跑 放心 到前面就有安全了 我掉了 什么 军了 这老家伙怎么还不出来 那他现死不救吗 白跑老贼 你快出来 我讨厌麻烦 不想见人 先走一步 晚点再回来找你 隐身术 关键是个跑路 还有没有点节操啊 对不起 这是我天脸的你 你是以外不是跟着我跑过来 这时候还被别人着想 对 也是条汉子 Fantasy 飞了屁 你 你 伸坏 你 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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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